大家好,我是装修大佬,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呢,我们开工一个新卫浴 震惊到我了,事情是这样 前两天有一个YouTube网友找到我 想让我做卫浴的防水 然后呢,之前呢,是有一个装修师傅帮他装修卫浴 然后做到防水这一步,装修师傅说做不了了 让他自己找人,然后呢,这个网友就找到了我 我呢,就来现场看了一下 本来我是打算接着做防水这一个步骤的 然后呢,我一看,就确实震惊到我了 我说你这个状况根本做不了防水 大佬不敢做 你如果想让我做防水 我就得把之前这位装修师傅做的所有工作全部拆掉 我重新做 然后我们再接着做防水 房东还有点犹豫啊 我呢,就带大家,咱们现场看一下 这个卫浴到底是怎样把我震撼到了 是不是这卫浴没啥毛病是吧 不着急 咱们再看看这一边啊 这个现场呢,就是上一位装修师傅装修的 然后装修到这一步呢 做不下去了 然后让这个房东啊,自己找人 接着做防水 咱们就看看这个质量啊 咱能不能接着做防水 大佬有没有这个胆量啊 啊 啊,这个是shower mixer 我就感觉这个洞啊 可能是开的稍微大了一点啊 就咱这质量啊 就咱这质量啊 就可以封jib 然后让我做防水啊 那为什么这张jib它没有封上去 是不是啊 我们试一下就知道啊 这根本就不平了啊 这里面啊 这里面啊 是不是啊 这里面根本就 咱这根本就不平了啊 来 咱们看一下这个洞啊 你跟我说我能不能做防水 是不是啊 你如果咱们照着这么个开洞方式的话 那我要是有本事 是吧 那咱这个jib就不要封了 我直接把这面墙贴上布做防水 不是更好 是不是 还省一张jib 对不对 这个洞开的处时是有点大啊 不是说我不给你做这个防水 你让我做防水啊 这个这个shower 这个shower的洞还是没开对啊 还是不够大 这里面卡住了啊 怪不得不平啊 这还要再扩大 才能把它放进去 所以说 这张jib没封 可能就这个原因啊 然后呢 这位师傅呢 坐不下去了 是吧 就走了 说哪能这么整 咱们再看看 就这个强度 是不是啊 咱们的jib装上去 你跟我说我的防水 能不能破 是不是啊 不够长补一段啊 人才 这是不够长了是吗 木头埋短了是不是 大家觉得这个状况 这个jib我敢封啊 防水我敢不敢做 啊 当时呢 我不给他做防水的原因呢 不光是这个jib的问题 咱们现在看重点啊 咱们看一下这个地面 这个是水泥板 下面是新换的 Plywood 这边呢 是原有的 他没有动过 他的意思就是防水师傅 直接把防水做过来 然后重新铺瓷砖啊 嗯 这个地面呢 我是更不敢做防水的 我看到这个钉子呀 钉的这个水平 是吧 还有这个 新旧地板之间的衔接 咱先不说这个旧地板 要不要换掉哈 咱先看现有的状况 这个缝隙啊 再大一点 我手指就伸进去了啊 然后咱们再看看这个高度啊 这个高度定完水泥板以后 居然还比原先的地板要低啊 不夸张的说大概一公分多一点点吧 这个是什么东西我没研究明白啊 啊 这个角落里啊 我就更看不懂啊 大家觉得这个状况 我敢不敢刷防水 这个钉子 如果在现有的技术上我这么刷防水 就我刷的再好 百分之百会漏啊 如果钉子 每一个钉子都像这样的话 而且这位大神呢 是专业募工 是不是 咱们的论事不论人啊 这种状态下 我们防水是绝对没办法刷的啊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是不是 这边就更离谱了啊 差了一公分还多 你让我们防水师傅怎么刷 是不是 而且这边也没有水泥板 这边有水泥板 你这防水不可能 对不对 怎么做 大家教我一下啊 好了 情况呢 就是这么个情况啊 然后呢 我也跟房东解释了啊 你如果想让我们接着做 你这个卫生间 在这种现有的情况下 我们啥也不敢动 是吧 你必须让我 把它原来所有的工作 全部拆掉 然后包括 以前 这些没换掉的地板 我全部要换掉 包括 剩下的 所有的瓷砖 我全部要拆掉 等一下呢 我们就会把这个 之前这位装修大神的 这个杰作 全部拆掉 然后 我想看一下 他这个里面 到底是怎么做的 然后呢 也想让房东看一下 大佬的这个决策 到底正不正确啊 我相信 如果我拆掉以后 房东应该会理解我 为什么要把 之前 所有的地板 跟jip全部拆掉 说实话呢 这个是我见过最惊悚的 位于装修的这个过程 因为之前呢 我是没有机会 能拍到这种装修的过程 大部分人看到的效果 就是瓷砖已经铺好了 你不知道瓷砖的下面 居然会是这种状况啊 好的 接下来呢 我们先把这个马桶 跟洗手盆拆掉 大佬最不喜欢的进水方式 就是从地下进水啊 这管子就这样动来动去的 不是太好啊 我们要把它改到墙里出来 咱们再看看这位水工师傅的胶打的啊 这都是高手啊 观众朋友们 你们家的马桶打胶也这样吗 好 接下来呢 我要把这面这个拆掉啊 这没拆之前呢 王东非要跟我叫 他说打胶了啊 因为你外面做成这个样子 我就不信你会打胶 是不是啊 他说打了是吧 嗯 嗯 就不会做 但我也知道流程嘛 这肯定得打胶啊 没打了 那你没板 哇 掉了 掉了吗 嗯 掉了那就肯定没胶嘛 哪来的胶 这个有胶 OK 咱们打开看哈 大佬就喜欢开盲盒 是不是啊 你就跟我叫 是不是 我就说如果这个地板能做成这样 再打胶没有意义 你知道吗 那他那些螺丝能用吗 不能用 我们不用这个旧螺丝 这个我也不用旧 你打胶了怎么可能一拆就掉了呢 打没打胶 肯定没有打 OK 哦我知道为什么没打胶了 就打完打完这两条这三条之后 我就出去了 哦 没有我就没看他了 OK 后来他就就就上了 正规的防水师傅 这个状况 他绝对不敢做防水 你这个地面是不可能做防水 你踩上去都是冻的 因为所有的风险 全部由他来承担了 一旦漏水了 是不是 第一个你想到的就是防水 其实很难 就扯皮嘛 就扯嘛 对啊 对啊 你看嘛 防水师傅如果漏了将来他就跟你说吧 你这个状况下定的jip漏了 你说跟防水有没有关系 但是正常我们作为我们来说 你不能说为了挣这个防水的钱 你就这么做 将来推责任 这个状况 我第一天来也是 这个状况我做不了 你要么就另请高人 要么就是从头按照我们的流程 重新走一遍 因为 所以我说我要拆 你当时还不理解吗 是不是浪费钱了吗 你拆的话 人家装上去的这些材料 你又要再收一笔钱来重新做一遍 为什么 那就问题在这儿 你不打胶吗 你的 我这是烧味最关键的两张jip 你这张就不要提了 你这张木头都在乱放了 你这这边又不打胶 你哪怕这边完全合格 我不动 也OK 你起码做 你哪怕一半是合格的 就 我就不要动这边 咱们就从这边开始做 都可以的 你要是地板做的也很好的话 我是不是只需要拆那边就可以了吗 嗯 就咱们说地板是可以拼的 我没说地板不能拼 但是你现在看上去 你感觉我就感觉有问题吗 第一是 这地板在动 第二是那个接缝 钉子全部漏在外面 怎么做防水 就是我能看到的 漏在外面的 如果这个样子可以合格的话 他要接着往下做 那他做完了肯定是有问题 因为这个风格他是改变不了的 他不可能这面做的很正规 这面很不正规 这是不可能的 这个就不用拆了 这个我要拆啊 这个肯定我要拆掉 他那上面 哎呀 要怎么说就服这个武林高手呢 就是啊 夹过的木头我也要重新拆掉 这还有一个缝隙啊 你说这上面呢 还有一个缝隙 看不明白 看不明白 这木头就刚好不够长了 这整个framing都在动啊 就知道能定制 就知道能定制 啊 之前这被装就适合 做地板的时候 这个铜管都被切到了 你这就不能不换了啊 这就不能装作看不到 接下来呢 我们这个水管是要给他换新的 就一旦发现有问题 如果当时切到了 就怕这样的 不说话啊 直接就封上了 将来这个位置有可能就会漏水 这个位置一旦漏水了 那这个shower 所有的东西全部要拆掉 来维修啊 所以说 我就佩服这个不说话的 带着手套也能收不上啊 嗯 带着手套也能收不上啊 带着手套也能收不上啊 我还是坚持这个装修卫浴啊 里面所有的东西全部拆干净 这样的话我能看到这个顶里的状况啊 这全是松的啊 包括顶上这个梁 我们要把它维修一下 加固一下 你这样是肯定是不行的嘛 是不是啊 你不拆你是无法想象啊 这个电工为了装灯 把这个梁全部锯掉了 现在呢 这个原先的地板我们已经拆掉了 这是露出来了新的这个大梁 这应该是上一个装修师傅安装的 包括这根新的NOG 把这个旧地板拆完了 这一下新的地板就露馅了啊 咱们现在给大家揭晓一下啊 上面是定了一层6毫米的水泥板 下面这个地板居然用的是12毫米的plywood 然后这个水泥板呢 也已经有裂缝了 为什么呢 因为它下面这个NOG没有加平啊 离这个现有的大梁差了一公分 然后这边呢 跟以前的地板相比啊 这个落差也是很大的 我就没看明白 这边是平的 这边为什么掉下去一公分啊 我现在就怀疑这个大梁是掉下去了一公分 12毫米的地板 也能用来作为未浴的地板 这个是震惊到我了啊 而且这个地板呢 它这边是低下去的 里面又是高起来的 所以就导致这个地是不平的 咱们再看它新家的这个大梁啊 它放不进去 把这个大梁切掉一块 这就矮了一点 然后塞进去的 然后到这就断了 就多一点都不放啊 如果做活能做到这个水平啊 那我相信接下来我们把这个拆完会更惊悚 前方高能啊 大家注意一下 这都打进去一公分 这地板一共12个毫米 这地板一共12个毫米 再打进去一公分 最后剩2个毫米 大家看啊 这是拆下来的地板啊 大家看看反面啊 当时安德利的钉子 把这个地板给打穿了 是不是啊 这个地板如果可以用来做沙腕的地板 那真是我无话可说了啊 这上面能刷防水 十二毫米的地板 是吧 你踩上去 这个地板能做沙腕 是吧 这个地板可以做卫浴地板 而且上面可以做防水 就是咱大佬既不如人啊 来来来看看底下来 哇天呐 这些全是安德利的钉子 是吧 把地板打碎了嘛 因为你地板太薄了 对不对 你如果地板厚的话 就不会有这些钉眼嘛 是吧 你打碎了 就说明这个钉子 只受力一半 剩一半漏在空气中吗 漏出来了吗 那你的安德利是不强度就不够 你让我在上面刷防水 这怎么行 再说这个地板这都是软的 你这十二个毫米的地板 强度不够啊 加这个没必要吧 加这个 这个 然后上面还要铺瓷砖 人还要踩在上面洗澡 这还有下水啊 可以吗 应该是不可以 应该不可以啊 然后 我就说这个拆掉 是不是啊 当时你还犹豫 心疼是吧 现在还心疼吗 怀疑对不对 怀疑大佬的判断 你的大梁在这断了 在那断了 你为什么这里面不再跳一根 贴在上面 这样的话 把这个受力分散到两边 然后地板定在 你新家的大梁上 你这样就悬空 你这样是完全是空的 而且支撑这个最重要地板的位置呢 你这个nog横过来放 而且只搭接了一半 你这个位置是我最担心的位置 咱先不说用的这个木头对不对啊 这个间距哈 没有问题 呃 暴露在空气中的木头 要用防水的木头 啊 这种pink 粉红色的木头呢 他的 他这个是h1.2的木头 这个只能用在室内啊 咱们就是说论事不论人啊 咱现在就分析这个 这这个什么木工也好 是什么大神也好啊 这个这个作品 是不是 你这 你这 我就没看明白 这是 这什么情况 这是 这中间这个缝隙是 是干什么 是有什么东西吗 这没有啊 打两颗钉子是吧 都没打进去 你知道 这不是有两颗钉子吗 这中间的缝隙是故意的 还是这个 所以说我就看不明白吧 这个位置我也看不明白啊 这为什么要低下去一公分 这面都是平的嘛 为什么到这突然就掉下去一公分 我就敢保证啊 他这个nog就只打两颗钉子啊 他每一个都是打两个钉子 是不是啊 每一个都是打两个钉子 这个打了一个 应该另一面还有一个啊 你这nog都是怎么夹的 我现在就说呢 这就一个钉子 通过这个缝隙都能看到里面这个钉子啊 都我都看不明白现在 你这个钉子夹的真是 嗯 他说这是枪的问题啊 没电 啊枪没电了是吧 那那不能怪这个大神 对 那那应该怪枪 对 主要是枪的问题 啊 这个nog我一脚就能揣掉了 就连了一半 eher 就连了一半也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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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好了,这个地板我们现在是拆完了 上一个装修师傅做的大梁我们也全部拆掉 接下来我们就把地板给它切齐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儿,已经很惊悚了 咱们节目的最后要感谢这位装修师傅 还有感谢这个房东对我的信任 如果没有之前这位装修师傅的作品 咱们这个大老视频也不会有这么好的素材 是不是 最后还是提醒各位房东 为预装修一定要找专业队伍 拜拜 拜拜 咱们д 去吧